大家好,中国语HSK三级听力训练现在开始。 每道题听读两遍后,根据提问找出最恰当的答案,并在字母上画圈。 好,下面请听起第一题。 A,最近我们家孩子好像有点黑白颠倒。 B,晚上玩到几点呀? A,天亮了,眼睛还瞪得大大的。 B,所以你这几天上班时间总是打哈欠。 问,他们在谈什么? 再听一遍。 A,最近我们家孩子好像有点黑白颠倒。 B,晚上玩到几点呀? A,天亮了,眼睛还瞪得大大的。 B,所以你这几天上班时间总是打哈欠。 问,他们在谈什么?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被他们在谈孩子的事。 好像是睡觉一事,工作一事也有点相近。 但是最恰当的还是孩子睡觉的事,所以谈孩子的事。 第二题。 美玲,你真是先气良母,一碗事连头也不回,就回家了。 B,你真是先气良母,一碗事连头也不回家了。 回家了。 什么呀? 家里有吃奶的小孩吗? 只好这样了。 问,美玲为什么一下班就回家呢? 还真的? 怕天黑 不是 担心没有搬车 也不是 因为家里有小孩 家里有小孩 所以正确的他应该是家里有小孩 吃奶的小孩 第三题 受伤怎么打绷带了 让刀割伤了 可不要留下伤疤呀 问 他们在谈什么 再听一遍 手上怎么打绷带了 让刀割伤了 可不要留下伤疤呀 问 他们在谈论什么 感冒 不是 火伤也不是 他们在谈论刀伤的一事 好 今天的中国语听力训练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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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